亲爱的朋友你好 大家都是有缘之人 如果可以的话 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 分享一下 十分感谢 第三百三十四集 四梦四幻 杨过带雕不至 当即观看谭边情景 一瞥之间 只见大树上排列着数十个蜂巢 这些蜂巢比寻常的要大 而在朝叛飞来武去的 正是西年小龙女 在古堡中训养出来的一种御蜂 杨过一剑 禁不住啊的一声惊呼出来 她双足定在地下 一动不得 过了片刻 这才走进巢旁查看 只见蜂巢之旁 湖有泥土 实是人工所为 依稀是小龙女的手迹 莫非当年龙儿跃下此骨 便在此处居住 绕着寒潭而行 查看一遍 但见四下峭壁环裂 晚似身处一口大井之底 常言道 坐井观天 但坐在此处望上去 尽是白云浓雾 又怎得见天日啊 杨过折下几根树干 敲打四周的山壁 全无异状 但宁神查看 发现有几棵大树的树皮 曾被人剥去 有些花草畔的石块 排列整齐 实非天然 煞石之间 忽喜忽悠 一颗心 怦怦地跳个不住 这时 已料定 小龙女 定在此住过 只是 悠悠十六年 到今日 是否遇人无恙 有谁能说呀 杨过速来不信鬼神 但情急之下 终于跪了下来 喃喃助导 老天啊老天 你终须保证 我再见龙儿一面 导住一会儿 寻觅一会儿 终是不见端倪 杨过坐在树下 质疑沉思 倘若龙儿死了 也当会在此处 留下骸骨 除非是古尘潭底 记得先前沉入潭时 曾见到大片光亮 甚非寻常 其中当有蹊跷 想到此处 一跃而起 好歹也要寻个 水落石出 不见龙儿的尸骨 死心不死 于是纵身入潭 直往深处前去 那潭底越深越寒 前了一会儿 四周蓝森森的都是悬兵 杨过虽不未寒 但身处浮力太强 用力冲了数次 也不过再前下数丈 始终无法到底 此时气息渐促 于是回上而下 抱了一块大石 再跃入潭中 这一次却急沉而下 猛的眼前一亮 他心念一动 盲向光亮处游去 只觉一股急流卷着 他的身子冲了过去 光亮处果然是一个洞 他抛下大石 手脚齐滑 那洞内却是一道斜斜向上的冰轿 他顺势而上 过不多时 波的一响 冲出了水面 只觉阳光耀眼 花香扑鼻 竟是别有天地 他不急爬起 游牧四顾 只见繁花青草 便如同一个极大的花园 然花影不动 幽谷无人 他又惊又喜 纵身出水 见十余帐外 有几间茅屋 他提气急奔 但只奔出三四步 立时收住脚步 一步步慢慢挨去 倘若在这茅屋中 人是贪玩不到 那便怎么办 杨过走得越近 脚步就越慢 心底深处 时时怕着最后的指望 也终归泡影 最后走到离茅屋 丈许之地 侧耳倾听 四下里静悄悄的 绝无人声鸟语 唯有御风的嗡嗡微响 待了一会儿 他终于鼓起勇气 颤声道 杨某 杨某冒昧半夜 情欲刺剑 情欲刺剑 说了两声 屋中无人回答 他身上轻轻一推板 那门压得一声开了 举步入内 一瞥眼尖 不由得全身一震 只见屋中陈设简陋 但洁净异常 堂上只一桌 一击 此外便无别物 桌机放置的位置 他却熟悉之极 竟与古墓石室中的桌椅 一模一样 他也不加思量 自然而然地向右侧转去 果然是间小室 过了小室 是间较大的房间 房中 床 榻 桌椅 全与古墓中 扬过的卧室相同 只是古墓中用具 大都实质 此处的却有粗木大成 但见室诱有踏 是杨过幼时练功的寒玉床 室中凌空拉着一条长绳 是杨过练功时睡卧所用 窗前小小一击 是他读书写字之处 室左立着一个粗糙的木厨 拉开厨门 只见厨中 放着几件树皮结成的儿童衣衫 正是从前在古墓时 小龙女为自己所缝制的模样 杨过自尽始终 抚摸床肌 早已泪珠盈眶 这时再也忍耐不住 眼泪扑素素地滚下衣衫 忽觉的一只柔软的手 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 柔声问道 郭儿 什么事不痛快 这声调语气 阿德一声轻呼 搂抱在了一起 艳艳轻盈 阴阴娇软 是也非也 是真是坏 过了凉久 杨过才到 老二 你容貌一点也没有变 我却老了 不是老了 而是我的孤儿长大了 小龙女年长于杨过数岁 但她自幼居于古墓 跟随师父修习内功 平觉思虑欲念 杨过却饱经忧患 大悲大乐 因此到二人成婚之时 一丝年貌相容 那古墓派御女工 养生修炼 有十二少十二多的正反要诀 少思少念 少欲少事 少语少笑 少愁少乐 少喜少怒 少好少悟 行此十二少 乃养生之都气也 多思则神诞 多念则惊散 多欲则治损 多事则行疲 多欲则气促 多笑则甘伤 多愁则心舍 多乐则意义 多喜则忘错昏乱 多怒则百脉不定 多昊则专迷不至 多悟则胶间无宁 此十二多不除 丧生之本也 小龙女自幼修为 无喜无乐 无思无虑 功力之纯 即是师祖临昭英 亦有所不及 但后来杨过一道古墓 两人相处日久 情愫暗生 这少与少事 少喜少愁的规条 便渐渐无法信守了 婚后别离一十六年 杨过风尘漂泊 闯荡江湖 忧心忡忡 两臂惺惺 小龙女却幽居深苦 虽忠不免相思之苦 但究竟二十年的功力 非同小可 过得数年之后 重行修炼了十二少要诀 渐渐的少思少念 少欲少事 独居谷底 却也不觉寂寞难浅 因之两人久别重逢 凡显的杨过年纪比小龙女为大了 小龙女十六年没说话 这时说起话来 竟然口齿不灵 两人索性便不说话 只是相对微笑 杨过到后来热血如沸 拉着小龙女的手奔到屋外 龙儿 我很快活 我很快活 杨过猛然跃起 跳到了一棵大树之上 连番了七八个金豆 这下喜极忘形的连番金豆 乃杨过幼时 在钟南山和小龙女共居时的 顽童作为 十年来 他对此事从来没想 哪料到今日人到中年 突然又来了这么一手 只是他轻功精湛 身子在半空中交腰腾挪 自然而然地显出了上乘轻功 小龙女纵声大笑 什么少雨少笑 少喜少乐的劲条 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小龙女从身边取出手帕 本来在钟南山之时 杨过翻把金豆 笑嘻嘻地走到她的身旁 小龙女总是拿手帕 给她抹去额上的汗水 这时见她走近 脸不红气不喘 哪里有什么汗水啊 但小龙女还是拿手帕 替杨过在额头上抹了几下 杨过接过手帕 见是用树皮的经络织成 甚为粗糙 想象小龙女这些年来 在这谷底的苦楚 不禁心酸难言 轻轻地拂着她的头发 龙儿 也真难为你了 在这里哀了一十六年 倘若我不是从小在古墓中长大 却十六年定然挨不下来 两人并肩坐在石上 互诉别来情事 杨过不住口地问这问那 小龙女讲了一会儿话 言语渐渐灵变 才慢慢地将这一十六年中的变故 说了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